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S汪小飞一起走过了10年 虽然一路走来总会有些质疑声 他们也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 大S之前曾有过被质疑的经历 汪小飞公开发生户期 这些画面都历历在目 汪小飞曾经多次是爱大S 两个人爱过是真的 但现在无法再继续婚姻也是事实 消息曝光后 虽然一切尘埃落定 大家内心还是有一些惋惜 他们有如此可爱的两个小孩子 在汪小飞事业被抱有一些小危机时 大S毫不犹豫站在汪小飞这边支持她 如今两个人分家 难免让人有一些感慨 汪小飞是地道的北京人 大S是性格耿直的台湾女性 两个人克服了距离相爱 奈何还是抵不过时间的魔力 大S从台湾嫁到北京来 重新适应全新的生活 有了家庭后 她慢慢开始为了汪小飞去学会 主动操持家务 希望让汪小飞能够全心打拼事业 在婚姻中 大S为了怀孕也吃了很多的苦 她一直坚持着吃素的习惯 但为了宝宝不出现任何问题 大S改掉了坚持许久的习惯 哪怕牺牲自己 也要保护腹中的宝宝 后来大S在生产时一度遭遇危机 一直在昏迷情况十分危急 家人带着大女儿为她加油骨气 幸亏之后 大S成功脱离险境 汪小飞心疼大S受到了这么多的磨难 也曾经多次公开对妻子的感谢 这也源于大S对汪小飞的爱 才能够给予她如此大的能量 让她改变了自己 而且靠着毅力坚持了过来 此前 台媒曾爆料 大S汪小飞长期分居在两地 大S想念在台湾的亲人 汪小飞又因为事业在北京 无法有充足的时间陪伴大S 在教育理念上 大S和汪小飞也有很大的分歧 大S希望孩子能够待在台北读书生活 而汪小飞想要把孩子接到北京来 他们不止一次的商谈过 也共同努力过 也许感情就是在这些细节中不断被消磨 大S很早就出来打拼 靠着自己闯出了一片天 她曾经爆料自己 和汪小飞只见了四次面 就选择结婚 两个人一见钟情 当激励断决定结婚 大S这些年大部分时间工作都不是很多 实际上内心很没有安全感 她在生活中很依赖汪小飞 每一次被拍到和汪小飞一起带着孩子游玩 大S的身体都明显倾向汪小飞 之前两个人也曾经有过争执 甚至闹到了公众面前 幸好经过双方父母的调解 他们最终才和好 大S近些年一直都安心照顾孩子们 大家很希望能够看到大S的星座 但她一门心思都在孩子身上 即使全家出马规劝 也无法动摇她的心思 大S和汪小飞结束婚姻 双方都已经尽力 是非黑白都已经没有意义 相信汪小飞大S会努力让对方保持体面 也能够尽力让孩子们开心成长 也希望外界不要再去过多打扰媒体 相信这也不是大S和汪小飞所希望看到的 祝福汪小飞和大S能够人生顺遂平安 保护好一对儿女 作者大米君泽编 蔡蔡本文为传媒一般原创 欢迎关注带你了解更多娱乐圈资讯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